如果有一个事件可以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这个事件其实挺奇怪的 它既不开始于一个权斗 也不开始于一个经济措施 其实也不开始于中美建交 它开始于什么呢 开始于一场哲学讨论 当然啊大家都知道 我党本身素来有哲学王的传统 就是每一届领导人本身都需要有个哲学体系 一个思想体系 在背后做支撑 这当然非常迂腐啊 也非常虚幻 他们的这些哲学理论啊本身都无甚可言 从毛泽东到现在 所有这些哲学理论其实都不值一看 其实不光毛泽东啊 往前从列宁到斯大林这些哲学理论 其实都不值一看 虽然如此啊 改革开放从一场哲学思想变革开始 也有很多可以深挖的地方 它既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这个体制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 如果中国再次拥有改革开放 它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开始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讲讲啊 中国改革开放真正的起点事件 就是真理大提论 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审时煮茶系列 我们有日子没有做这个了 尤其我们有日子没有做改革开放历史了 我完全没有忘记这个系列啊 这个系列可以说是整个 这个Fear Nation世界苦茶里面 我最关注 也是最想好好做的一个内容 那么有很多人应该是第一次看这个节目 要知道我们做这个改革开放系列的节目 已经做了很久了 既跟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二次改革的愿景有关 其实了解中国近代史啊 改革开放也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这里呢 我放到了链接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我们整个有非常多期节目 在非常详细的为大家拆解个改革开放 来还原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历史 好 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大概说了什么呢 我在这里简单来讲一讲啊 我们之间的节目里面包含一系列关键的视角和话题 首先呢 就是改革开放不是设计的 虽然我们经常谈改革开放有一个总设计师邓小平 但整个这个事情并不是通过设计来完成的 改革的路径和方向早就是这个政治和经济的经验中 总结出了自然结果 改革的我们的方向和措施 从毛周开始啊 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开始 就已经是党内的共识了 第二我们讲改革也不是从十一届山上全会之后 才逐渐开始的 改革的大方向大框架 其实邓小平在1975年1976年 就是他最后一次被打倒之前 就已经由他确定下来了 因此很多人认为邓小平在摘什么革命果实啊 就是穿夺华国锋的这个改革的成果啊 这个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 最开始的框架还真是由他带领来设计完成的 包括呢我们也提到啊 当时改革有非常坚实的民意基础 而不是一个政治权斗的结果 我们提到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当时的天安门事件比今天 中国能够见到所有的民众斗争 和这个民众政治表达 都要更刺激更加的直接 所以当时改革开放呢 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民意基础 作为后盾的 那么我们也提到了改革开放 也并不是虽然框架由邓小平提供啊 也并不是由邓小平的个人意志来推动的 实际上当打倒四人帮之后啊 华国锋已经开始推行一类的措施了 方向和邓小平呢 也是高度类似的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吧 才有邓小平的改开 是这个穿夺化国风的革命成果的 这么一个说法啊 然后我们之前也提到啊 改开不只是中国内部的事情 也受到国际局势的侦克影响 当时中国决定从社会主义阵营中 脱离出来 跟美国建交维持关系啊 因此在这里面呢 开放就已经决定了 而且为了跟国际社会接轨啊 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也是不可能持续的 所以当时我也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 也可以说是中国对外开放 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所以总之 改开是中国最关键的近代式转轨 但这个转轨呢 不是权斗的结果 不是呢 一个领袖的意识决定 也不是由领袖来设计完成的 改开我们可以说 它并不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呢 回到这个历史的情境 来看历史进程 如何深刻的影响它 是我做这个系列 想去实现的 同时我们也明白 那现在中国的走向 也不是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集团的意志 可以决定的 它同样最深刻 最直接的 受到这个历史的决定 受到现实环境的决定 大概是如此啊 所以整个改开的 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些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从这个哲学讨论开始 改开的真正起点 是真理大讨论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这个关键的时间啊 我们都知道 改开最重要的事件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呢 是1978年12月18日 到22日 就是1978年的年底 那么这次真理大讨论 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文章 是什么时候发布的呢 是半年前 1978年的5月11日和12日 所以说半年前的这场 实践是检验真理 唯一标准文章 其实开启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所以来了解这个文章 以这个文章背后的 真理大讨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就来讲了 这个真理标准 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这不是一个特别迂腐的 一个实际上 哲学色彩和哲学水平 很低的一个事情吗 当然这也是真的 但我必须说啊 整个社会主义思想 就有这个哲学病在其中 如果你听过我讲解 这个19世纪欧洲历史的节目 你就知道啊 整个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运动历史 其实开始于 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 最开始啊 就是从时髦哲学体系 发展而来的 是19世纪中叶 逐渐产生了一类 最时髦的都市哲学 而且呢 他跟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相关 也一直强调 浪漫主义思想啊 就是精神意志 对于人的作用 这些呢 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 一种思想底色 因为这个原因啊 整个思想斗争 思想路线斗争 一直是共运权斗的基础 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 到第三国际 都是从哲学和思想斗争 拉开权力斗争的大幕的 这个在我们之前改开节目中 专门有一期叫做 改革开放未能终结的左右之争 在那期里面 我们更多的提到了 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这种思想斗争的基础 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因此啊 对于哲学体系的过度关注 和过度强调 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 因此才会产生中国的 多届这个领导人 其实本身都需要成为哲学王 这么的一个特点 好 但是哲学思想呢 不只是一个 飘在表面上的一个话题而已啊 它其实也深刻的影响现实 而且在我国呢 它有特殊的特征 当然这个特征 不光是我国一个国家享有 而北朝鲜 跟我们同样享有这个特征 在这个特点之上呢 我们跟朝鲜是比较像的 就是领袖的绝对权威 和领袖的哲学真理性高度相关 因此 领袖为什么一定正确 领袖为什么拥有绝对权威呢 和他的思想权威性是有关的 所以领袖权威呢 有一个三合一 他个人作为领袖的政治权威 他的思想的哲学权威 和从这个哲学权威 衍生出政策的绝对真理性之间 形成一个三合一关系 因此 在这些国家 这些领袖 为什么可以享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就是跟他的这个思想权威 和哲学权威是分不开的 但到今天 中国和朝鲜 都还有这么一个特征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 在中国的转轨期 当这个社会产生剧烈的斗争 剧烈震荡的时期 这个真理啊 是会直接从领袖的一个思想 影响到社会斗争 影响到人的实际生活的 这里面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由哪些人来做 哪些人没有资格来做 都与他们跟这个思想体系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在中国呢 我们能够明显看出一种 思想 政治 和组织的 三合一特征 就是在中国呢 能发现领袖有一套思想 这个思想呢 会影响所有政治和政策 与这个思想的远近关系 以及你是拥护这个思想 还是不拥护这个思想 本身呢 就会形成中国政治 一个非常独特的生态 因此不管是刘少奇 跟毛泽东的争斗 邓小平跟毛泽东的争斗 等等等等 都会直接从思想体系 和思想权威之上 来进行争斗 那么到今天呢 其实也是如此 所以要理解中国政治啊 就要理解中国确实存在一种 思想政治和组织 三合一的特征 领袖个人 领袖的思想 和领袖的队伍 这三个事情呢 是合一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说啊 这个共产党的执政 有宗教化的运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真的 就是他比较类宗教化的一点 就是这个三合一特征 很明显是宗教组织的特征 就是一个宗教思想 宗教生活 和宗教组织人物 三合一的特征 那在共产党内部呢 也确实有思想政治 和组织的三合一样 当然 跟宗教不一样的 就是宗教这个思想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它的核心 但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呢 它比较存在一种 有形而无实的特点啊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的 中国关键问题呢 就是以毛泽东 个人权威为名的 真理教条体系 这个真理雕体系 不管是在文革啊 还是在四人帮啊 还是在华国锋 和汪东兴的手里啊 都成为了他们推进政策 推进组织的一个绝对核心 这个思想政治组织三合一 就是为当时 要推进改革开放 推进中国转轨的人 必须突破的一个屏障啊 所以当时打破 毛泽东思想的禁锢啊 也是打破政策的禁锢 比如说在中国建立产权制度 就要打破毛泽东的 所谓资产阶级法学理论 同时呢 也要建立新的人士 在毛泽东的命令之下 被推翻的人 要重新被启用 在毛泽东的命令之下 被确保的接班人 被保护的人呢 要被打倒 所以说当时整个这个政策啊 人事啊 组织都要反归到 毛泽东个人权威 和他个人权威 建立的这套思想权威之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能明白 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开始 是从一次思想解放 是从一次哲学讨论开始的了 但是非常可惜 在当时毛泽东思想 拥有绝对权威的情况之下 当时人们突破毛泽东思想 只能以毛泽东思想来突破它 要找到它的自我矛盾之点 也就是 举起毛泽东的大旗 用以反对毛泽东的这么一情况 因为啊 当时毛泽东和马列思想 是中国的绝对真理 积极斗争为刚 是在毛泽东思想之下的 一个绝对先导 就是毛泽东在晚年 不断强调的一件事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导致第一次 中国的哲学突破并不彻底 不彻底的就是呢 在他之后 虽然是以毛泽东之名反毛泽东 但我们知道 毛泽东的权威呢 其实真的是被打倒了 从八年来之后啊 讲毛泽东讲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而邓小平本人呢 相对来讲比较实用主义 他虽然也遵从哲学上的传统 有这个邓小平理论 但实际上呢 对邓小平理论本身 强调的并不多 但是在中国啊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权威延续到今天 在今天啊 马克思主义和这个社会主义 在中国依然享有这个思想体系的 绝对权威之名 不管是在大学 还是在网上都是如此 如果你对这个不熟呢 你可以去B站看一看啊 在B站之上 现在赫然啊 就是一个所谓的左翼啊 社会主义啊 这个马克思主义 占据绝对真理性位置的一点 因此才会有人主张啊 你要解其他哲学的读 要去读列宁 哇 我听到这个真是令人震惊啊 第一次听到列宁思想 有这么厉害的作用 当然 可见在中国的当下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依然占有绝对权威的地位 这就是我们之后 要去突破的事情了 好 我们就回到当时的现场 来看这样一场哲学讨论 是如何开始的 那么这样一场哲学讨论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还真是这一场 哲学讨论的核心人物 就是由他主要组织和发起的 那当时胡耀邦在干什么呢 胡耀邦呢 比邓小平要晚几年 在邓小平第一次恢复工作期间啊 就是1973年 胡耀邦呢 当时任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 党的核心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专门主抓在中科院去平反 和这个转轨的工作 但随着邓小平被打倒啊 他也再次沉寂下去 那第二次邓小平恢复工作期间呢 就是1977年 胡耀邦在这个时候呢 出任中共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 之后呢 还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 是非常核心的高位啊 当然这个时候也出现一些 关键的人事变化 这个人事变化还为 今天的一位人高度相关 打倒四人帮之后啊 1976年 华国锋是委任耿彪 来对北京电视台和北京电台 加以控制 保证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工作 可以顺利进行 所以耿彪呢 当时在主抓这个宣传工作 跟这个思想政治工作 就从1979年开始啊 有一位人开始任耿彪的秘书 就是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出入政治圈 就是从担任耿彪的秘书开始的 当然这是个政治小八卦了 与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事情无关 那习近平呢 也没有牵涉进入当时的这个 真理大讨论和最开始的 改革开放进程啊 虽然最近文章撒谎 说他在1978年就去过安徽视察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好我们回到胡耀邦 那胡耀邦在当时呢 就任这个中共中央党校 常务副校长和宗主部的部长 他当时领导啊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章 叫做理论动态 这个理论动态呢 就是当时进行思想和哲学讨论的 一个前沿阵地 那胡耀邦当时在领导的过程中 对他们提出编写原则呢 就是要完整准确的运用毛泽东思想 所谓完整准确的运用毛泽东思想 既指反对毛泽东晚年 本身的政治错误 也指利用毛泽东思想 本身的漏洞和问题 来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要讨论实践 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 所以整个这套讨论的发动机 就是从胡耀邦和他的中央长校 理论研究室开始的 好那么这篇文章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最后有一篇 这个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 唯一标准的文章 这个文章的原作者呢 并不是胡耀邦 原作者是南京大学政治系的 一个教授胡福明 这个文章的来源啊 是当时光明日报理论编辑部的 编辑到南京开会 就认识了这个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 胡福明 并向他约稿 约稿之后呢 胡福明提供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女性与生产力的关系 第二篇就是实践跟真理的关系的文章 这个文章最开始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他最开始只是想在一个叫哲学的专刊上发表的 他的发表名称叫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那么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 当时看到了理论编辑部这个文章啊 就觉得这个文章非常好 而且他也知道 当时中央党校的孙长江 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 他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来修改 修改了八稿之多 就形成了这样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为了扩大影响力 就要希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因为光明日报是党报 而且呢 希望在头版头条 以党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但当时发表一个小插曲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技术性操作 因为如果以本报评论员为门一意发表的文章 必须由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来审定 汪东兴和华国锋啊 当时都在坚持两个凡事 所以说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为了绕开汪东兴呢 就决定啊 先在中央党的理论动态 就是胡耀邦所掌握的这个杂志上发表 发表之后呢 再由光明日报 以特约明论语的名义转载 因为如果是转载呢 就能够绕个汪东兴 他们用这个来请示胡耀邦 所以胡耀邦也同意了 所以胡耀邦呢 既是这个文章的核心人 也为这个文章承担政治责任 所以今天为什么胡耀邦 在这个事情上有这么高的地位呢 就是因为最开始这篇文章啊 是由他主要来承担政治责任的 因此刊映过程呢 就是1978年5月10号 理论动态 60期先全文发表 然后5月11号 光明日报 在头版头条转载 光明日报转载之后呢 5月12号啊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等等等 都开始转载 那新华社也发了通稿 通稿发布之后呢 很多省级报纸啊 开始全文转载 那么这场 真理大讨论啊 就是哲学思想引发的这个政治讨论 就开始了 文章开议之后呢 肯定立马遭遇风波 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那么吴冷熙 吴冷熙呢 是曾经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和新华社的社长 他现在是什么职位呢 他现在从1976年10月 他一起跟李星 李星是间康生的秘书啊 和熊富等等 筹备了毛泽东 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之后呢 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的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 这个毛泽东著作编委会 是华国锋从江青手上抢下来 为毛泽东料理后事定调的点 当然 当时如果你掌握了定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利 为毛泽东料理后事 就相当于掌握了最高的思想权威 形成了这个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合一的这个核心抓手 所以说吴冷熙呢 已经是这个组织之中最核心的人物了 他是主管这个华国锋意识形态的一个人 当时看到这个文章啊 他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继伟 其实鲜明的说 这个文章呢 其实有方向性和理论性的错误 当然啊 他们当时认为的错误 其实他们特别明白 这个文章干什么 他当时给胡继伟的电话里就说 这个文章呢 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 去修改毛泽东的思想 他认为毛泽东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 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将死的教条 不能当做圣经去崇拜 很明显 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 这个当做圣经崇拜怎么来的 这是毛泽东本身的话 毛泽东本身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 就会说 这个共产党的思想不是圣经 不是要先看圣经再要真理 所以说 当时就是用毛泽东的话 去反击毛泽东思想本身 当然吴冷熙也说 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 那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吗 当然是 我们看之后的历史进行了 作者的意图呢 就是要砍旗 邓小平当时做的事情呢 和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 是非常类似的 只是用的是相对比较平缓的方式 没有那么极端而已 所以说 从最开始啊 真理标准问题 就不是一个哲学问题 而且在哲学问题之上 他还真的未必对 就实践是不是 简言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还真的未必对 在社科领域啊 实践跟 不管有没有真理这回事吧 就实践跟思想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说 对于实践本身的总结 或者对于实践本身的再阐释 是一个思想的根基 但我们很难直接使用实践本身 就来定义思想 对吧 当然 这个话题 我在今天不用太多去讨论啊 这本来 他就是为了砍旗 也不是为了真的说明一个哲学问题 只是说呢 如果你把这篇文章 真正当做具有真理性 这个呢 还是可能想简单了 这个文章在哲学上呢 其实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当然啊 当时不只是吴冷熙 对这个事情表达了批判 曾经在新华社工作很多年啊 当时红旗 杂志社的总编辑王叔 也打电话给新华社的社长曾涛 说啊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错误的文章 这个文章呢 思想上是反动的 理论上是荒谬的 政治上是砍旗的 红旗杂志呢 也是现在画国锋的理论班子里面的一个构成 好 所以这篇文章发出之后呢 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当然啊 当时发布的正义文章 不只有这一篇 所以说 所有的哲学讨论 不只有这一个 同时还有另一篇文章 是暗劳分配 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这个你看 之前毛泽东认为啊 暗劳分配产权制度 而不是这个人民公社 大国泛平均主义 这个呢 是资产阶级法权论 就是渐渐拥有产权观念啊 这个包产到货啊 等等等等 因此这篇文章 暗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 讨论的是哲学问题 实际上也是要做坎齐 所以当时坎齐文章 不止这一篇啊 所以汪东新呢 就指示这个红旗 必须对这个杂事 不转载 不表态 汪东新呢 我们之前说过 他其实是之前 中央警卫局的局长 是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安全 后来打倒四人帮有功 突然夺得大位 他后来呢 是中共中央党校的 第一副校长 也进入了 中国中央的政治局常委 是中国中央的副主席 成为了 继叶剑英邓小斌 李先年之后的第四位副主席 位列当时中央权威的第五位啊 确实是大权在握 所以当时啊 形成了两个理论队伍 在党内有两个理论队伍的 针锋相对 第一个理论队伍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以这个为核心 汪东新啊 吴冷熙啊 包括副主任 我们提到 康生的秘书李新啊 等等等等 都是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 这个班子掌握的媒体呢 主要是红旗杂志社 也是这个班子的人员 在另外一边啊 其实人数就更多了 另外一派呢 包括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就是胡耀邦 他的杂志呢 是理论动态 还包括邓小平组建的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是胡乔木和邓丽群 当时是改革派 后来在80年代成为左王 去限制和攻击改革 这个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班子 那么呢 还有中国社科院 就是于光源等人啊 也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 人民日报 今天是最迂腐的党报啊 当时是整个解放思想的 前沿阵阵地和载体 胡继伟 秦川 王若水 就是我这个 这期节目里面 很多内容啊 都来自胡继伟 最后写的 这个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 就是改革开放 纪念的权力斗争啊 就给我们之前介绍 介绍这本书 所以可见啊 这一批人非常的重要 你们说他们都是 邓小平的马仔 都是为邓小平马首是瞻吗 其实不是 这批人非常多 比如说胡耀邦啊 胡继伟啊 都是在历史上非常有担当的人物 那有没有这种领导的马仔呢 也是有的 比如说这个胡乔木和邓丽群 很明显 他们俩呢 就是主要是以权力为主的人 因此在首次改开之中啊 正是有胡耀邦啊 胡继伟啊 王若水啊 等等的人啊 第一次改开才有可能实现 所以第一次改开 还真不是一个邓小平本人 权力一直的产物 里面有非常多 在历史中具有担当的人啊 导致了第一次改开的成功 好 我们回到文章本身产生的风波啊 那文章的风波产生之后呢 这个文章是明显要砍齐的 要突破禁忌 最后能不能实现呢 是个政治举例的问题 所以邓小平呢 当时力促这个文章 必须扩大影响力 在6月2号 就是文章发布20天之后 召开了全军工作会议 邓小平在会议上就讲啊 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 却往往忘记 抛弃 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等等等等等等 在会议上呢 邓小平大声疾呼啊 一定要拨乱反正 打破精神枷锁 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当然这就是以毛泽东攻击毛泽东 随后呢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全文发表了邓小平 在6月2号的讲话 在讲话之后呢 汪东兴其实还没有松口啊 6月15号 汪东兴召集中宣部 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再次批判实践是检验证理的唯一标准 还批评人民日报报道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6月2号的讲话 来说 他们在讲话标题之上 用了精辟阐述四个字 就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他就说 那华主席的话呢 叶副主席的话呢 为什么就不是精辟阐述事呢 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 就没有精辟阐述事毛主席思想吗 这样的标题难道不是有益的吗 那汪东兴随后到山东视察的时候啊 还跟山东省委负责人说 一不要砍旗 二不要丢刀子 三不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所以汪东兴现在呢 是主要的抵抗力量 而华国锋呢 现在是比较中立消极防守 华国锋呢 当时指示中宣部和很多省市的负责人啊 千万不要介入真理标准讨论 他就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 在这个讨论中表态 所以他的策略呢 就是把这个事啊 慢慢的抹过去 让大家保持沉默 让这个风波呢 慢慢能够过去 台前是关于思想和哲学的讨论 幕后呢 其实也有军事的角力 因为四月上旬啊 就是1978年的四月上旬 我们提到啊 有一个106号导弹驱逐舰的 这个爆炸沉默事件 是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啊 邓小平呢 批评了时任海军司令部 和第一政委苏政华 苏政华呢 对邓小平就非常的不满 当时呢 就羡慕于华国锋 说啊 华国锋从朝鲜访问回来之后 他要让海军对华国锋 进行在大连 进行一场盛大的检阅 苏政华呢 当时调集了70艘舰艇 20架飞机 到大连进行检阅 这个事情呢 被中央军委的秘书长 罗瑞君大将知道之后啊 就报告给邓小平 邓小平呢 就把这个事压下去了 他以这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 坚决制止这样一次检阅 说这个检阅不合程序 没有受到这个中央军委的知晓啊 他当时就明确给华国锋说 这本身呢 是一场较量 这次军队的争端啊 导致他剥夺了 华国锋军委主席的一个决心 当然啊 随后党内有更多的人 也站队邓小平 包括罗瑞卿啊 李先念啊 谭振林啊 这些开国元老都站队邓小平 尤其是谭振林 谭振林呢 也是井冈山时期的开国元老了 当时呢 他给这个红旗杂志社 送来一篇纪念 毛泽东85周年诞辰的文章 这个文章呢 还是红旗杂志社 对他的约稿 但是谭振林老先生啊 在文章中 大谈十件事检验 这里的唯一标准 熊富呢 就要求删去这一段 谭振林不愿意 这事闹啊闹啊闹啊闹 最后就只能送到 这个中央常委去审理 来断断这个案 这个文章呢 要不要删 最后呢 邓小平直接批示啊 说我看这篇文章挺好 至少没有错误 如果红旗不愿意登 可以转人民日报登 为什么红旗不应该卷入呢 应该卷入 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卷章 看起来啊 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李先念也评啊 我看了这篇文章 谭振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 应该登 不登红旗就太被动了 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呢 最后不得已也同意发表 所以说 这就代表了 攻破了党媒的最后一个 华国锋的堡垒 红旗杂志 那红旗杂志最后 不得不登出这篇文章之后呢 就代表啊 那么这场哲学大讨论啊 就以改开派的胜利 当然啊 听了以上这些 包括其实如果你看这个 我们党的论述啊 可能也是这样的 你可能会产生一个疑惑 好像就是这次哲学斗争 能够胜利啊 根本也是一个政治权斗结果 还是挺肮脏的 那我要说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还真不是如此 我们知道啊 这场哲学斗争呢 开始于1978年的5月 在6月7月之后 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 同时 它其实是叠加了 1978年非常重要的 两个事件的 叠加的第一个事件 就是当时的大规模出访 我们之前提到过 从1978年5月开始啊 中央建立了 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 开始大规模派出官员出访 尤其是出访到东欧 已经改制的国家 和西欧国家 其中尤其关键的是 我们介绍的古墓 在78年5月2号到6月6号之间 率团访问法国 德国 联邦德国 瑞士 丹麦 比利时 等多个西欧国家 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在当时要接受 向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尤其是正视中国 跟西欧国家的巨大差异 看到资本主义 不仅没有灭亡 资本主义比我们发展 要好得多 本身就是思想界的 巨大松绑和解放 所以说能够接受 实践式简直里的 唯一标准 与看到西欧国家的实践 与检验路线的优劣之分 其实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 可以说全党上下卷入到这样一场 大规模出访 带来的震撼之中 他与实践式简直里 唯一标准的内涵 是暗合的 所以这绝不仅仅是一场肮脏权斗 他不仅不是肮脏权斗 在当时也出现了 大规模的名义汹涌 这个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 西单民主墙发生在 1978年的9月11日 在文革中 被多年停刊的 中国青年杂志复刊 结果复刊第一期 就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欣 下令查禁 查禁之后 名义汹涌 到78年10月份 贵阳诗人等等 在王府井大街 人民日报报时门口 就贴出大字报时 火神交响时 同时自己刊发刊物启蒙 引发了轰轰烈的西单民主墙 那西单民主墙事件 和真理大讨论 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都有特别近的关系 很多人说西单民主墙 是邓小平故意做的 是邓小平主动 受益党外人士来完成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不得 这个要不得有两点 第一 说是邓小平在天安门搞动作 这不是第一次了 76年打倒邓小平那次 天安门事件 就有很多人说是邓小平搞的 第二 这是人民名义和勇气的象征 认为是邓小平 为了搞这个党内权斗 在党外搞的打配合 我认为对于当时参与的人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侮辱 而且当时参加西单民主墙的很多人 包括魏金生已经出国了 如果有关于西单民主墙的内幕 比如说西单民主墙是邓小平受益的 是邓小平在背后搞的一个阴谋 其实早就应该有人出来爆料了 这个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 西单民主墙也体现出 当时突破这个思想禁锢 打破毛泽东的个人权威 也是民心所向 所以说第一次这个哲学讨论 非常重要 而哲学讨论的成功 绝不仅仅是领导人权斗的结果 里面呢 既有胡耀邦啊 胡基伟啊 王若水啊 这一批具有历史担当的党内人士的作用 也有当时啊 中美重新建交 大规模出访 实际经济和现实处境带来的震撼 也还有西单民主墙的这样民意的这个支持 才会让第一次这个转轨啊 变得如此顺利 变得可能 所以真理大导论呢 非常重要 也不是肮脏权斗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一解放思想作为起点啊 也是中国的特色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 如果有第二次改开 第二次改开进入到深水区 这次呢 就没有谁的个人权威去打破了 应该呢 就使于打破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性 作为特点了 中国呢 将真正进入到一个没有思想权威的社会 我甚至认为啊 对这个的打破 还会出现了打破一党制之前 中国会进入一个实质性 还是一个一个一党制社会 但是已经瓦解了思想权威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 如果二次改开真的能实现 二次改开真的有的话呢 我们还会再经历一次哲学讨论 而这一次哲学讨论呢 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绝对权威地位了 所以说呢 这种突破啊 可能只能一次一次拆 那第一次呢 由于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占领绝对权威 所以只能以毛泽东思想反毛泽东 这个砍旗行动呢 不得不保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这个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权威性 那么下一次呢 就要看我们众人该怎么去做 也怎么能够完成了 好 所以这期我要介绍的呢 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个内容 那下一期呢 我们就进入一个关键了 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刚好啊 我们刚刚开完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 我们呢 就可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 和刚刚大家经历的三中全会 来进行一个对比啊 看看时过境迁 三中全会的氛围和内容 到底有多么巨大的不同 我们才能看到 这届三中全会啊 其实是这个水之鸡也不厚 而且富大洲也无力 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这些节目说到这里啊 就欢迎大家订阅我这个频道 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看这个频道 playlist里面的改革开放历史 历史石油主义 这个呢 我觉得理解当下和展望未来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今天呢 就公告这一件事啊 欢迎大家在本频道 去看playlist的历史石油主义 改革开放历史的内容 我也放到这里去看 那么呢 其实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啊 大家看show note 特别感谢过去一直以来 对我进行sponsor的同学啊 之所以我一个人能提供这么多的思想 信息啊 新闻等等的服务啊 和大家的赞助是分不开的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够赞助我的创作 那赞助链接在这里啊 每个月花不多的钱 就可以让这个平台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提供各式各样的内容 好 那我们下期改革开放节目再见 大家感谢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